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 网址是VOACHinese.com 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 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安华 好 感谢信心 我们来关注新闻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72小时停火 在星期二清晨开始生效 在这同时 有关各方加紧争取就19结束 这场冲突展开谈判 那么在停火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生效之前 以色列宣布将从加沙地带撤出全部军队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莱纳仲孝 星期二对记者说 军队将重新部署在加沙地带附近的防御阵地 以军方表示 已经摧毁了32条哈马斯用来发动越界袭击的地道 以色列撤军是哈马斯提出的关键要求 预计哈马斯谈判代表将在几天内抵达开罗 和埃及以及以色列官员围绕持续停火问题的展开谈判 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传教士 乘坐一架医用专机离开利比里亚 南西怀特伯尔星期二乘飞机离开蒙洛维亚 预计他将在星期二的晚些时候抵达美国 怀特伯尔将在美国东南部亚特兰大市 埃莫里大学的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一名美国医生也在那里接受治疗 他在利比里亚是为患者看病的时候 感染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 基督教慈善组织萨玛利亚救援会说 本特布兰特里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 注射了一种实验性的药剂 并且接受了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后存活的 14岁男孩的书写 在这同时 纽约市一家医院说 正在对一名显现可能为埃博拉病症的男子 进行化验检测 纽约市西奈山医疗中心的官员说 这名男子星期一早晨因为发高烧和肠胃问题 来到急诊室很快被隔离 他们说病人最近曾经前去出现了 埃博拉疫情的西非国家旅行 现在他正在接受相关的化验 以决定他的病因 有关这名男子的其他详情还没有透露 日本星期二公布了201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 指出在中国军事威胁之下 日本的安全环境是越发的严峻 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 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日本防卫项小野四五点 星期二项日本内阁提交了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 总结了安倍晋三执政以来 一系列安全政策和防卫体制的调整 确认了日本今后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 该白皮书还对日本所称的 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 再次发出警告 在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 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 白皮书指责中国在中国称为钓鱼岛 日本称为间隔铸岛的上空 划舍防空识别区 使单方面改变现状 扩大纠纷 只会导致发生不测事态的 非常危险的行为 日本防卫项小野四五点 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只是陈述了事实 现在不仅仅是日本 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都对中国单方面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 感到关切 我们只是客观地指出了存在的事实 白皮书声称 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空域的军事活动 越来越活跃 然而迅速崛起的中国军力目标不明确 相关决策不够透明 白皮书说 在过去一年中 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升空次数骤踪 日本政府上个月初决定改变对宪法的解释 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 白皮书称 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平与安全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 今年白皮书还强调指出 日本应与其他国家加强防卫交流与合作 主张在日本地区安保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内容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中国当局上个月底对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图核提提起公诉 罪名是分裂国家罪 他的两名代表律师李方平与刘小元 星期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图核提 那么据刘小元律师透露 图核提目前精神状况良好 并且坚决表示自己一贯反对国家分裂 反对恐怖暴力 反对煽动民族仇恨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 关注政治时事 关注社会事件 特别是新疆的问题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是很正常的 和分裂国家无关 那么中国当局的起诉书 指控伊利哈姆组织成立了八个人的 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并且认定他是首要分子 如果指控被法院所认定 那么他可能会被判处的无期徒刑 或者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星期二 孟加拉国救援人员不顾风急浪高 继续寻找渡轮轻抚后的失踪者 孟加拉一艘渡船是在帕德马河上轻抚的 船上有两百多名乘客 当局星期二说 还有一百多人失踪 担心他们已经死亡 事故发生后 当地居民曾经驾渔船和快艇前去营救 但是被迫返回 渡船是孟加拉国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每年都有几十人死于渡轮事故 帕德马河是孟加拉国的最大河流之一 和一百三十多条河流纵横交错 渡船出事常常是因为缺乏安全规定和超载 同一地区今年五月就发生过帆船事故 大约有五十人死亡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国际新闻 感谢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国际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一位是人在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博士 程博士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 程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 龚小夏女士 小夏你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的热线已经开通了 请您现在就拨打400 120 051 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再说一遍是400 120 0551 好 欣欣 你刚提到这个风气英子 风剑衣服 那么这个中文抗线倒了 现在一下子 除了他以外 他一家子人现在全都推到了这个前台 是不是 对 是 那么我们首先呢 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了 以前中国俗话说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成功女人 现在是每一个落马贪官的背后 都有一大堆一个窝案 那么我们首先呢 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裙带腐败 它的根源 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这个裙带腐败的历史根源 可以讲 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能找到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呢 还有理论根据 所谓意识形态 那就是共产党经常宣传的 打江山坐江山 红色江山带带船 带带船就是全带关系 就是按把江山传给下一代 而这个所谓的理论根据 指的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提出来的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真实的含义 就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 必须传给他们的儿辈 所以他们的子女 在那个时候 还在念中小学的时候 共产党就赋予他们特权了 而且这个特权是加上了 革命意识形态的帽子 显得冠冕堂皇 但根子里 它就是中国农民造反打江山的 一种这个观念的体现 那么实际上的中国的这个特权腐败 并不是改革以后才有 改革之前文革时期就有 文革时期当时有三大特权腐败 其中两大与这个裙带腐败有关 所谓三大 第一个是这个军队大院的子弟 逃避上山下乡 直接通过走后门安排进军队当兵 第二个腐败是通过推荐工农民学员 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军队的子弟进入大学 第三个腐败就是军队的高干 玩弄女护士和招待所女服务员 那么这三项后来都在现代中国社会 得到了充分的延伸 但是前两项充分体现了中国所谓的裙带关系 到了八十年代 大概刚开始 中国就这个通过裙带关系 开始安排高干子弟 比方讲邓小平安排他的女儿邓荣 这个直接担任师级干部 陈云安排他儿子陈元 大从一个技术员直接升局级干部 那么习近平本人也是 大从清华大学出来就直接安排 当处级干部 所以这样一些安排 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这个共产党他的高层 从骨子里就认为江山是他们儿女的 职位安排是天经地义的 在他们看来裙带腐败就是共产党的吸引 各级干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好的谢谢陈博士 因为刚才陈博士跟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下 中共的所谓裙带腐败的这样一个历史严格的问题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向这个共产党博士来提问题 我们现在要插播一个消息 插播一个这个对话 就是我们现在联系上了中国当局刚刚逮捕起诉的 这个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贺提的律师 刘晓元律师 我们现在就伊利哈姆土贺提被控分裂国家罪名的 这个事情的和刘晓元律师进行对话 请刘晓元律师来谈一谈 伊利哈姆现在的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这个情况 刘律师您好 您好 请介绍一下您所得到的这个图贺提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7月30号新华社发了个消息 说伊利哈姆分裂国家罪这个案件 已经检查院移送法院警察起诉了 那么我们在8月3号到了乌鲁木齐 那么4号昨天到了法院 到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但是上午去的时候 联系了一下 说负责这个案件的刑事刑办第一厅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说上午法院的法官要全体 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官还要开会 那我们下午去 然后我们下午到了以后 一直连信不上法官包括书记员等工作人员 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后面打到法院的基检 监查了投诉电话 这个情况下他们才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 把我们带到法院的办公大楼 见到负责这个案件的一个副院长 那么副院长告诉我们 具体负责行李伊利哈姆案件的刑事刑办第一厅 那个副院长他是到外地去参加一个会议了 可能出差要五天以后才能回来 他就说那么律师要跃卷 那由于那个副院长不在可能跃不了 然后经过我们的交涉 他修下了我们的秀权委托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是到了 新疆维吾尔知识区看守所 请会见伊利阿姆 那么会见倒是非常逊丽 只是不允许我们带手机 公文包也不能带进去 那么见到了大概10点20左右 见到了伊利阿姆 那么伊利阿姆说7月30号晚上 大概7点多钟法院是给他 把那个案件的起诉书 因为案件起诉到检察院 起诉到法院以后 法院就要及时将起诉书送给被告人 他说已经收到了 他对这些指控 他认为特别 这些指控主要是 他原来办了维吾尔在线 还有维吾尔论坛在这个网站 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或者翻译的短载的 还有刺激写的 认为这些文章是有分立 振动分立国家的一些 一些年论 他认为有些文章可能 他自己说是有些文章的业意识 包括他也 以及以前继续媒体的采访 认为可能歪曲了他的原因 他自己始终在会见三个小时 始终说他是一贯反对国家分立的 反对暴力 反对盛动民族求恨 他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特别是围族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对社会公共事件 以及政治 时事政治的关注 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当然特别是他关注新疆的 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 刘律师 对不起 打断您一下 因为我们这是在大家谈的时间里面 插播这个东西 它是七个方面 但主要还是文章方面 他认为是不够 没有分立国家犯罪的 主官方故意是没有的 他自己认为 好 刘律师 刘律师打断您一下 还有两个很快的问题 请您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刚刚讲到这个图贺题 对他被控分裂国家罪的反应 您刚已经介绍了 第一呢 就是您打算怎么样给他进行辩护 第二呢 您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请您一道做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您觉得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权利 基本权利有没有被体现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代理的权利是不是完备 请讲一下 我是还没有看到了案件材料 因为我是现在前这个阶段 案件到了疫情下段我才介绍 那么刚才也说了 法官不在家 没有看到案件材料 我们现在是听到了 伊利哈末的一方面的一个陈述 所以具合会做什么样的辩护 现在我是还不能还在思考这个 你必须要看到案件材料来 那么作为我介绍这个案件 我感觉是我个人的介绍还是比较顺利 刚才说了 虽然昨天说法院出差了 但今天一会见 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官色 会见了三个多小时 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自己也确实 他自己说没有和什么西方那些 东突势力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他自己他自己听说的 好的 我想这些还是说一个连任方面的事情 先以证据来看 是 刘律师非常感谢您 给我们提供这个有关伊利哈木图 和提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 也会及时的跟进这个案子的 这个审理的状况 非常感谢您 刘律师给我们介绍 好 谢谢您 刚才我们为大家插播了一下 关于维吾尔的知识分子 伊利哈木图和提 就是新疆维吾尔在线的 这样一个主办人 现在被中国方面 控以国家分裂罪行 我们连线了刘晓杨律师 介绍了一下他当前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再回到现在这个话题 贯晓夏博士 刚才程晓农博士谈到了 中共在这个裙带腐败方面的 基本上都是有的 我要接着 刚才晓农说的话 他说的非常有意思 我想接的一个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共就是建国以后 他的意识形态是平等主义 是等等等等 宣扬很多 他不是没有这个皇朝继承制 是不是 但是你要看看中共在所有那种 所谓平等主义的这种 这种这些口号 比如现在很多人怀念毛的文革 说文革那时候都很平等 文革怎么很平等 文革这种 比如把学校都关了门的时候 最后像工农兵学院那种事情 就完全是由他们个人掌控 而且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大学里去了 我们也看到这是他们的权 不光是中共的对中共的垄断 跟过去的封建王朝比起来 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利的垄断 他们对经济资源 对社会资源 对心理资源 全部都是垄断了的 所以你看伊利哈姆这个情况 他就是完全就是被 就是中共垄断 你连说也不能说 连想也不能想 对 人家权利都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资源全部被垄断 是的 欣欣 陈博士我们最近看到 就是在周永康被打之前呢 还有一个就是令计划的家人 令计划的家人也是出现了不少的状况 六月份是令政策 他的哥哥 那么七月份呢 是他的妹夫王健康被带走调查 那您觉得 包括周永康案 包括令计划的家人 您觉得这是习近平 向裙带腐败宣战的一个信号吗 郑博士 我觉得不是 如果要宣战 向裙带腐败宣战 我想 其实从中共的这个文件用语就能开始 我们都知道 中国文件用语里有个很重要的词汇 叫做享受什么什么 集待遇 就是享受局级待遇 享受军级待遇 享受离休待遇等等 这个享受和待遇 本身就是特权 而享受这两个字 本身又给出了这个特权的特点 那就是打江山做江山 然后给你特权 如果是要反裙带腐败 那么首先就从这个特权开始 是不是应该按照共产党宣言 按照共产党的党章 把这个否定 当然习近平不可能做这件事 反裙带最容易一个办法 那就是民主制度 在制度上进行反腐败 是吗 对 我现在还要指出一点 就是中纪委刚宣布建立网站的时候 王岐生刚上任的时候 我是最早去看了这个网站 当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没有其他最新文件 登出来的时候 登的是1985年的一个文件 文件的内容 登在这个当时 关于反腐败的一批文件的第一条 文件内容是 我们现在谈的 禁止党政干部的子女经商 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看中纪委网站 王岐山同志领导下的这中纪委 把这个文件给删掉了 如果说他真要反群带腐败 那么王岐山同志应该第一 先把这个文件恢复 登在网站上 第二 在人民日报重申 第三 全党开始追究这个问题 这个还牵扯 文件都要把它删掉 不敢登出来 还谈什么反群带腐败呢 是 这个还牵扯到就比如说 纽约时报登的这个 温家宝家族这个事情 实际上这个在中国的内部 是一个禁止的 这个他部是一个禁止的话题 是吧 如果要真的要反群带腐败的话 如果他的家族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应该公开化 你怎么看这些 我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一刀切禁止他们家属经商 如果是一个市场化社会的话呢 这也是就是说从法律上说不过来的 但是呢就是你应该就对这个 整个什么能经商 什么能致富 这些资源本身要看得特别紧 比如我就是在美国这边 美国的那个 咱们就拿国会说吧 不但他们的子女可以经商 他们本人也可以经商 但是如果一旦发现 你利用任何权力经商的话 这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 这个界限会不会很模糊 界限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 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楚 比如说你在这个界限中的 关键是一个监督机制是不是 你这么做了 但是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里 你是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监督的 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下 你说那些从军队子弟经商开始 军队他们保利公司 你谁有什么竞争吧 就美中国这些大公司 你说电信垄断 有什么竞争吧 高干子弟都进去了 他们是依靠垄断 来这个经商来致富的 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应该有垄断 这种情况的 那你讲到这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听众观众已经打电话了 想要参与这个讨论 我们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或者网友的电话 广东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请讲 我说周永康那个秦败腐败整个中国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那中共那些人当官的那些头脑 全部都是脑残的 如果不是脑残的你想象一下那些几百万几千亿拿来干什么 如果是想到你的小孩 你的儿子不是那个小孩 你拿那么多钱给他干啥 吃不了再败不走 好的谢谢黄先生 我们大概清楚您的观点了 现在再听一下安徽黄先生电话 黄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谢谢 好 我先发表个意见 我就说一下 就是将那个秦败腐败 中国一来在世界上腐败是最严重的 就是不是罗赫来的 就是腐败就好来的 虽然两个老虎 循前后 周永康逮住了 但是还有更大的老虎 打不打还是看不看 习近平有这个胆量 那就是江泽民和李鹏 好谢谢王先生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人讨论 我们就先接这两个电话 请陈先生陈博士 您谈一下对两个听众和观众 发表这个意见的看法 我觉得关于群态腐败 中国的民众 特别是这样的听众的发言 很清楚地表明了大家的观察 应该讲 瞒不过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很多老百姓 以看戏的心态 在看习近平打大老虎 原因就是他们觉得 满山遍野全是老虎 无松就一个 而且这无松自己 和老虎原来也是一家 对 这个谈到这个 满山遍野都是老虎 我们今天看到人民网上 有篇文章讲到 这个大老虎们要联手反扑 是不是有这个老虎 紧喷的这个现象 他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 或者是 他反扑也不是用这种 就是把你拉下台 政变的方式反扑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 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那么现在当然是 因为贪腐太多 就是有笑话不是说吗 说这个官拿起来 挨一个枪壁有冤枉的 隔一个枪壁一个有漏枉的 那么所以就人 因为太多 那么现在往事 我们也能看很多外界消息 现在基本上能证实很多 比如说李鹏家族 李小林 他凭什么挣那么多钱 他凭什么 大家都知道这个凭什么 这是一个 他穿得很好 不是 他就是很多钱 这个他自己也没否认过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些就是这些大老虎 就这些人的贪腐 就全部成了 现在中央洗手里的把柄 也就是说要挑的你打呢 还是能打的 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反扑 据我对中共一贯整人的办法来看呢 如果是毛泽东那种 传下来那一套整人方式 基本上是联合反扑不了的 你记不记得 1967年有过一次 所以二月逆流 他们那个军方想一起反扑 也没反扑成 所以这个专制体制有一个内在的这种逻辑 想听听程晓龙先生的意见 您觉得这些大老虎有没有可能联手反扑呢 我在上个星期的《时事大家谈》里 谈到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的干部控制体制 是沿袭的苏联克格勃的那套体制 它是主要靠安全系统在控制 换句话讲 干部的所作所为都在国家安全部的控制方位内 据我所知 中国国家安全部设立了全国所有干部的档案 甚至包括江泽民本人的档案 所以他们的日常监控 可以做到这些干部的一言一行 都落在特务系统的监控中 比方讲当年江西省长胡长青 之所以落网 其实仅仅是他的一个国际电话 我不知道这个省长为什么犯了糊涂 跟他儿子打国际长途 说了一句说共产党长不了了 我快到美国去了 就这一句话下台了 进了牢房 所以如果当官的想串联 那是找死 好的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方面 其实大家这个观点还是有一些相左的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说 周永康打破了 周永康这个案子打破了布查干部 高干子女的这个所谓的潜规则 但是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呢 这个习近平又给这个所谓江家 胡家还有李家呢 发了什么免免免死金牌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小夏 这些事情都是猜 而且我觉得这个中共发出的免死 就任何时候发出的任何免死金牌 包括毛当时的进口语言 什么时候真正实践过 所以现在这里打不开 我本来想打开一个 一个报道 大家看 因为有一位记者吧 就正好进到中纪委的这个 中纪委的那个审查总部 你一看这里头 你给人一种非常森严的感觉 就说这中共是非常善于审人的 我觉得当年是就是很多苏联客 就是不光是中国 苏联他们各个国那一套下来 这那一套系统下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干部都进去都盯不住 所有人都会什么都招 所以呢 这个所谓免不免死啊 这种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说而已 但真正要整到谁头上 你想当初像刘少奇邓小平 他们都是所谓革命年代过来 经过考验的 全部都要认错 所以是上层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 就是说把周永康现在要抛出去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云南周先生请简导发言 你好你好 这个中共啊闹革命的时候 它那套理想倒是挺好的 但是到了今天的话 完全是变位了 完全变位了 现在一个小县城那个裙带关系都不得了 你要当个科长什么 你父母不是那个什么县长之内的 都很困难 反正都有这个这一系列的这种 遗憾的是中共的这个 中国的就是我的传统文化太糟糕太腐败了 也就文化造成了这种 所以中国搞民主确实困难 就是一个 好 谢谢 谢谢周先生 张先生认为这个是中国的文化方面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一块来做答 我们再听一下广东李先生电话 李先生您简短发言 你好 主持人您好 请讲 刚刚我是听到那位陈博士说到 说像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 是一个群态不败的关系 那我有一点就是说 应该是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吧 你好像就是台湾的蒋先生也一样 那这不是他死后 他也把位置存给他儿子了呢 那么我觉得说应该又 制止这种观念的话 可能还是要依法靠民主体制 这样子来点击这个问题 好的 广东李先生 谢谢您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 程博士 既然刚才我们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谈到了毛岸英的这个事情 这个毛岸英就是说 如果要毛岸英不死的话 在朝鲜战争不死的话 毛泽东会不会把江山就传给了毛岸英 那么现在就是说 刚才程博士也讲到说 现在就是打江山做江山革命 江山要代代传要往下传 现在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愿 程博士您谈一下 倒不见得是要传给他自己的子嗣 是不是要传给这个红色江 打下红色江山的这些人的后代 共产党的革命呢 是造了一群皇帝 而不是一个皇帝 所以对他们看来 这红色家族 红二代 他们是一个群体 所谓的江山代代传 他们不是传在那一家手里头 那样的话 在红二代里面就摆不平了 但是呢 只要不传到红二代以外的人手里 他们觉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实际上 他们对胡锦涛的不满 就是一个主子对奴才的不满 觉得你们不过是 我们主子 红二代们 红色家族们 找来替我们看家的一个管家 你居然把这家管得稀赖 现在习近平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 体现和代表着红二代们的集体意志 虽然红二代们里面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 这种局面 是不是能够再传承下去 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 因为实际上 共产党的真正问题 不在于他想不想江山代代传 而是这江山能够延续多久 如果江山不在了 他传什么呢 好 最后我们只有大概30秒的时间 请小夏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其实我要回应一下 刚才那位先生说的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我觉得任何国家传统文化 因为这个旧的体制下来 它都有这个传给自己家人的一个传统 实际上最后来现代民主政治所克服的 不是是不是 有人会愿不愿意传给自己家族 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来防止这一点 而中共恰恰就是没有这个机制 好的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另外的话题 跟这个也相关的 好 时间关系 关于中国政坛群带腐败的讨论 就告一段落了 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案和麦克唐纳案 是否都是夫人惹的祸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给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的直播现场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州长 前任州长麦克唐纳夫妇 涉嫌贪腐一个案件近日开始 这位前政府高官 因为涉嫌以州长的职权 帮助他从商的私人朋友 推销营养保健品 而被控收受现金 衣物以及免费旅游等 共计价值16.5万美元的好处 他被控以14项联邦重罪 麦克唐纳否认有罪 指这是和他感情早已不合的夫人 收受了好处 麦克唐纳是否有罪 将在庭审结束之后 由陪审团来做出裁决 但是麦氏夫妇的一案 令人不禁地想到 去年落马的前中共高官 薄熙来夫妇的案件 那个案件也曾经有夫妇罪责 切割的成分在其中 在这位曾经有希望禁逐白宫的 政坛新星被置于 美国媒体的放大镜之下 接受美国公众的检视和评论之际 我们在回顾一年前 发生的在中国的博古案 从这两个看似 好像都是获其夫人的案例 有什么样的异同 在中国反贪 打虎 震撼之际 这两宗案例在本质上 又有什么样的差异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龚小夏博士和陈晓龙博士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 120 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小夏 我们知道您跟麦克唐纳 有私交 有私人关系 您认识他很多年了 对吗 认识他五六年了 五六年 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案件在您看来 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这个案件的看点 其实最关键法庭的庭审 也就是夫妇之间切割 那么实际上整个案子 这16.5万美元 也就是咱们就说100万人民币 在中国听众比较清楚 这100万人民币 基本上是从他夫人手里收受的 他本人有做过什么事情 他本人就试开过 那位有钱人的法拉利车 开了一下跑车 好像有打高尔夫球什么 打高尔夫球 打了一次高尔夫球 就一次高尔夫球 之后他的一块手表 对 他成了表书了 好像 他成了表书了 他那块手表是 他的夫人让那位 就是那人叫 Johnny Williams 叫他买了 买了之后作为礼物 那圣诞礼物送给他的丈夫的 现在案件里有几个看点 这很有意思 第一是 在第一天 第一天这个开庭审讯的时候 审判的时候 这个麦克唐纳的律师就说 他说这两夫妇在 已经好些年 是将双方基本都不准说话了 这个情况 我倒真的亲眼见过 两夫妇就之间 每天在哪做什么事情 当众的时候都是很亲热 但是一道比较小的私人场合 那确实是两夫妇之间看来 没有什么沟通 这是我自己能看到的 他的这个家里的背景 好像听您讲过 是家境并不是很好 我就是我有点感慨 就是穷人当官 在中国也是 大家有这个 我们现在接触很多高官 都是穷人贪 他本人一向是比较穷的 家庭也是中下情绪产阶级出身 然后他上学 上了一个很差的学校 法学院律师也都是一直挣的钱 非常少 直到2005年 他这个当了州的总检察长 才挣了17万之后 以前从来没有挣过超过10万 他的夫人没有工作 原来是个 原来是个餐馆的 那个女服务生 结果他接了婚 20多岁 出头接了婚之后 生了5个孩子 所以家庭负担是非常重的 这是他本人的背景 这并不是说他有这个道理 能够拿别人的钱 现在问题就是说 他有没有拿 他知不知道 所以目前庭审的状态是 他的律师 就他的律师揭发出来好多 就是这个 揭发他的人 这个Johnny Williams 这检方的证人和他夫人之间的 有点看 外人看得很暧昧的关系 包括他们一天几十个这个短信 中间提到一些就是不好在工厂 公共场合说的事 这让我们想到古开来和王立军 对吗 这里面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程博士 您来谈一下那个去年的那个案子 我在想 古开来和王立军 这个薄熙来这个案子 和美国这个前弗吉尼州长 McDonald的案子 确实有很多相似和可以对比的地方 首先呢 我们当时小夏已经介绍到 美国这位前州长是平民家庭出身 以前很穷 咱们那位博 博这个有人把他叫博都 他是高干家庭出身 本来据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 应该很穷的 但是人家家财万贯 所以首先在中国看来 这个革命接班人 本来是应该这个很廉洁的 但是呢在中国 他是这个家财万贯 其实中国大部分被称为接班人的人 多数都是家财万贯的 但是美国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客 都穷得叮当响 第二点 双方都是这个丈夫做官 然后妻子呢 似乎是拿到点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看一看 这个现在在法庭审判的前 维吉尼亚的州长 他涉案的是16多万美元 在中国这点钱实在是一个科长 都不够不够审判 或者是不够追究的 中纪委根本不会办案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纪委系统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纪委罚默的贪污款项 有20% 归纪委干部私分 所以纪委干部办案 首先是减大的办 小案子他们不过问 因为没油水 分不着钱 所以按照中国的标准 美国这位维州的州长 这个是不会被查的 原因非常简单 贪污数太小了 小的不值得追究 第三 这个薄熙来先生 是共产党员 是大 据说是大公无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而这个维州的州长呢 他是民选 民选的州长 虽然也有贪污 但是很快就被滴溜住了 有媒体的监督 现在处于司法审判阶段 这个薄熙来的贪污 可不是从重庆开始的 他的大连就大量的社会 但是人家一级即往上升 这就是共产党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们从对比这两个家庭也看得很清楚 好的 谢谢陈博士 小夏 刚才陈博士也介绍这个薄熙来那名是 其实你也见过薄熙来 你也跟他 我是他同学 是他的同学 那么您看一下 陈博士刚才有提到说薄熙来 其实这个薄熙来 这个案子当初开审的时候 大家有很多人也讲说 薄熙来本人其实好像不是一个很贪的人 是不是已经骨开来太贪了 才导致他最终 王立军这个事件出来以后 王立军事件就是跟古开来和 这个尼尔伍德之间的这种死刑 然后这种钱权交易之类的事情 曝光了以后才把它拉下台 您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我当时曾经写过一段话 就是薄熙来案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 因为薄在法庭上说 这一点钱 对于我真是简直是很看不起的那钱 薄熙来这个人 是个窃国者不是个窃钩者 所以他的目标是国家 他的目标不是一栋别墅 所以他对钱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见得没有 就是他去了重庆之后 我相信他兴趣更多在 就是拿到这个国家像在泉上 而在大连的时候 他刚刚当官没多久 所以这也是人也是有个发展的 但是当然是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是中国的官场来说 那个百万千万恐怕 像薄熙来自己本人说的 两千多万是什么 我会要那点钱 那是小钱 不过钱多少 你看16.5万 如果是贪污就是贪污 你在这个官位上 如果利用你的这个职权 捞取了好处 在美国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美国的规定很严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 国家官员和我 就说一件个人的小事很有意思 我经常有些中国人 中国的朋友来看我 他们的概念都是 我们去吃饭吧 那一定是美国之音花钱的 结果我有一个最多花了700多块钱 请朋友来吃饭 我后来不耐烦了 在微信上写了一条说 美国政府没有吃饭这个款项啊 所以台湾是有的 中国大陆是有的 可是美国政府是没有的 好 我们现在有多位观众和听众在热线上等候着 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 所有的这些个贪腐大难 一般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 这次郭美美出了事以后 洪会已被抓到了洗白自己的机会 说郭美美一次接客就几十了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谁还信呢 好 谢谢河北李先生 关于郭美美的案件呢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要要讨论这个案件 所以请您呢 明天可以再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接下来请江苏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陈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王立军政变 不是 薄熙来政变 还有王立军揭发他这个详细的过程 以及徐才后 还有周永康在其中败野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这两位主持人的那种网上联系方式 尤其是 Mr. Zhou Xin Can I have your Facebook or Twitter 陈先生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 不过呢 这个我们在接下来 您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这个 美国之音中文部 我们接下来再讨论这些方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切入到这个话题 时间不多 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 陈先生 关于这个博王的这个所谓政变不政变 这个事情呢 我要跟陈先生讲一下 这个江苏陈先生讲一下 您可以看一下过往的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 非常详尽的报道 您在那里可以有详尽的了解 我们在这里就不花时间专门去说它了 关于这个中国官场利益的这个郭美美 这个事情什么之类的 郭美美明天话题我们会要谈 但是有一点呢 是不是说 夫人 恰巧虽然说是惹了祸 但是呢 偏偏的是因为这个谷开来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 王立军夜奔的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 才把这个薄熙来市抖出来 然后才 以至于中国的官场的这个地震现在闹得这么大 程博士您怎么样看 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的真实逻辑和现在社 这个社会上大家想的相反 就是王立军夜奔还有这谷开来被揭发 这些事情很可能是运作的结果 换句话讲是打搏决策在先 然后策动王立军夜奔 因为从王立军当时夜奔的前后背景来看 是有人指使保护他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通过打王立军来打薄熙来 就是为制造打击薄熙来制造建口 好 谢谢程先生 想像我们看到最近麦克唐纳的这个案件 最后在星期四要判决就是后天 那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媒体是长天累读的 在报道这个事情 很多很多细节都被挖掘出来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在博案上跟麦克唐纳案件上 中国的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 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的媒体是有所谓部分传统的 所以这些所有他们私人生活的这些细节 都挖得真是详详细细的 我有时候很感慨的事情是在美国叫当官不容易 中国现在说官不聊生 美国的官从来就不聊生 当年这个案子怎么揭发出来 是他们家一个厨子跟他太太闹意见 所以才把这些事说了出来 这样就开始了整一套的调查 而这个州长的职位就是竞选这么不容易上去 弗吉尼亚州长只能当四年 而当四年他每年的工资是稍微超过17万美元 这钱并不多 所以这也是两国不一样 而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就是 中国的媒体是中国官方指哪打哪 对不对 美国的媒体大概是官方不指哪就打哪 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逻辑 是的 想听听程先生在这方面的观察好吗 好 我觉得因为媒体在西方是 自由媒体是独立的 因此媒体本身的监督 就是西方反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和手段 我们从这个McDonough这个案件能看得出来 他现在司法审判是从法律层面 对他最后做出裁决 他是否真的面临贪污的起诉 但是不是最后面临贪污的裁决 但是媒体的对他的监督本身产生的效果是他对其他所有的官员起到警戒作用 那么反过来 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能起这个作用 因为也很简单 党不能让他发挥监督作用 党必须让他发挥的是喉舌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贪污 裙带腐败等等 这个蔓延了几十年 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而且越来越厉害 但是只能靠打老虎这样的运动来应付 原因就是共产党不敢从制度层面让媒体公开的监督 让司法来处理腐败 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 恐怕就把共产党整个给审判进去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出来了以后 现在媒体群儿一起就涌上来 就把周永康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说 这看似好像是说你现在可以谈周永康的这个问题 但周永康这事情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呢 这是一个禁区 你是不可以踏入 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中国就是当媒体大胆报一点东西 比如说财新周永康新报得很早 大家第一个猜想就是 胡舒立跟王岐山很熟 所以这是内线 如果美国的任何一个媒体 被人家说是这样的话 这个媒体就要垮掉了 其实美国也有这个所谓的deep throat 深喉的这样一个 内线是有的 但是不是喉舌 对不对 在中国就是大家猜说 胡舒立跟王岐山很熟呢 那么胡舒立是王岐山的喉舌 而在美国呢 你可以说华盛顿邮报有内线 这个内线是为媒体服务的 不是媒体为内线服务的 这里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中国即使有非常大胆的 很精彩的一些报道吧 但是人民对它的真实含义 还是有怀疑的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好谢谢 就是此时此刻 中国的互联网上正在谈一件事 跟我们现在谈的话题密切相关 那就是吉林省的一个地级报 这个白山日报 登了一篇文章 介绍说习近平最近有一个内部讲话 强调说 不管他个人毁欲如何 他要把反腐败打到底 然后这篇报道 在国内主要这个 门户网站全部刊登出来了 但是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突然被删得干干净净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 这个媒体的中国能起什么作用 好的 好我们现在热心上还有两位观众在等待 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天津的孙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孙先生 你好 请讲 好我问你 就是关于那个谁的 那个 波及来跟那个 周永康的 因为就是当时那个 习近平就是十内以前 他是也是跟那个周永康 也是都是正直的常委 天津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的电话好像断断续 我们也没有听清楚 大概提到这个博和习十年前的这个 是同一个在同一个水准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浙江的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您间断发言 对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 张先生 好的我觉得美国的倡扶跟中国的倡扶 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像中国的太子当的话 他们可能这么就没有什么倡扶的概念 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 懒天下的国家 国家就是他们的 他们之所以会被这样说出来 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的缘故 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张先生 小夏你怎么看张先生的说法 他的说法确实是有道理 这个很多高干你问 尤其是红二代 你说他贪污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 也不贪污腐化 人际关系 这本来就是老子传下来的 这种概念 你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这现在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说很多红二代 就说这个江啊 习啊等等 他们把这不是江和胡啊 他们把中国管得乱七八糟 那么多贪污腐化一定要打 为什么呢 很多贪腐化像周永康这些人 这些人呢本来就是没有 不是红二代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 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就被认为把国家给管坏了 可是他红二代们自己贪污呢 他确实不在乎 觉得这是我们的东西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 你看他们的行为方式上 就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概念 好那程先生您谈一下 刚才呢第一位这个听众 就是前一位听众 孙先生打电话来谈到这个 他话没有讲完 但是我接着他这个话 揣测一下他这个问题吧 他说这个薄和周呢 大概在 不是薄熙来和习近平 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 都是约常委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的是 为什么一个人可能是 胡罗平洋 是不是 另外一个人现在就是 畏居至尊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 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 第五代接班人的 这个权力斗争 据我所知的习近平 这个当初之所以能够 被提拔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 胡锦涛他们当时 坚持要在中央党校的 部级干部当学员当中 做这民意调查 然后结果是习近平脱颖而出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他们达成默契 就是同意让习近平 这个得到重点培养 这样的话他就从福建 调到浙江再到上海 一步步高升 那么薄熙来本来 仕途比习近平要似乎好一些 但是他在大连的略行 大大降了他的分数 所以当时他在 商务部当部长的时候 国务委员吴怡 对他就非常不满 所以后来吴怡辞职的时候 提出一个交换条件 就是姓柏的得离开北京 这样的话姓柏的路断了 反过来 薄熙来就开始挣扎 同时 红二代当中 确实有很多人 和姓柏的关系勾连的非常深 军内党内高层都有 现在习近平面临的 这个反腐的主要障碍 其实就在红二代之内 小夏最后 我想请他给我们预测一下 您觉得迈克唐纳这个案件 最后会怎么收尾 最后我想 他最后就是看 整个十二个陪审团了 因为一旦判有罪 那两夫妇坐牢 都要超过十年以上的 这是 但是呢 陪审团现在是不是相信他 他这个是个 是个男女关系的问题 是一个婚外情的问题 而不是个贪腐的问题 在看陪审团 能不能说明他的律师 您个人的这个行事 直觉是怎么样子 我个人直觉 觉得他夫人很多事情 因为他们两个 是案子切割了 恐怕不太容易逃脱的关系 这个迈克唐纳本人 倒是两可 好的 好 时间关系呢 关于中美两国腐败案的讨论 我们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普林苏顿大学学者 程晓龙博士 和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 龚小夏女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A卫士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 我们将带您关注 郭美美遭官媒起底 和新疆问题 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 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什么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的话 您可以到 美国知情中文网 网站上的 卫士留言板留言 您也可以到 我们时事大家谈 在Facebook或者是 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 VOA.io 和Twitter.com 斜线 VOA.io 小主播不公布一下 你的Facebook的账号吗 不这样子 你们开玩笑了 好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 支持和关心我们的节目 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 又陪伴您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不要忘了 明天的北京时间 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卫视 我是小旭 祝您晚安 我是吴欣欣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